211 大公報 亞健康與肝病息息相關 2015年7月13日中華醫藥B08博極醫院 高別篇 將美倫高別篇博極醫院是一個中醫診症治病的專題版面 賺文者是一群中醫學博士研究生 博極醫院正是來自中醫古籍大醫精神 唐 孫師廟 一民眾的語句 博極醫院 精勤不倦 以為為醫者要有精湛的醫術 因此習醫人須用心精微 勤學不倦 博極醫院從2014年2月逢每月第二個週一看出 近二十個專題版面帶出《習醫者對生命對疾病的態度》取寫 透過文字與讀者遞結醫院 今天是本欄目最後一次和讀者見面 原來原散 有緣再聚 有說現代人常處於亞健康狀態 究竟是什麽意思? 我文獻介紹 亞健康的概念是指人體處於疾病與健康之間的一種健康低質狀態 主要由於生活節奏加快 競爭激烈 環境惡化等因素造成的長期心理壓力 導致萬性疲勞 心情壓抑 免疫功能降低 從而出現的一系列他健康的症狀 如 在生理上可表現為疲勞 佛力 頭昏張痛 怨魂 頭痛 胸悶 汗出氣斷 失眠多夢 視睡 納呆 滿腹不適 便秘或便堂 性功能減退 手足發糧或麻木 周身肌肉關節酸痛 容易傷風感冒 怕冷怕熱等 在心理上可表現為精神不振 情緒低落 抑鬱寡寬或急躁熱慕 心泛意亂 焦躁不灯 或恐懼膽怯 反應遲鈍 注意力不集中 記憶力下降等 在社交方面可表現為工作或學習困難 人際關係緊張 家庭關係不和諧 難以進行正常的社會交往等 都使人常見症狀與疲勞 佛力 抑鬱和失眠等 其實都與肝關係密切 肝在亞健康狀態中起酵佈鬼人 的調節作用 病位在肝 在治療上應重視調節肝臟 所謂亞健康 即非最好的健康狀態 跟疾病有何區別 古人對疾與病有不同的含意 即是指不易覺察的小病 即 當病情發展到可見的程度 便稱為病 亞健康狀態相當於中醫學的未病 不是可見的大病 只是身體的陰陽 氣血在不平衡的狀態 更重要的是 中醫學注重自未病的概念 針對未病的發生及發展而進行主動的措施 防患於未然 臨床上 亞健康常備西醫診斷為疲勞中合症 內分泌失調 神經衰弱為絕驚奇中合症等 亞健康的症狀屬中醫多系統的範疇 與鬱症 怨魂 頭痛 不味 腰痛 胃腕痛 心跪 胸鼻 虛勞 揚慰 舌射 便秘 致汗 盜汗等病症進行辨治 臨床體會 無論是中西醫診斷 亞健康與肝病息息相關 由於肝的功能失調密切相關 亞健康的症狀都是肝病由淺入心 多系統臨床不適的表現 肝病的普遍性及危害性據了解 全球約有20億人增感染個月肝病毒 其中3.85億人為萬聖攜帶者 亞洲佔三分之二 中國佔三分之一 我國是月肝感染高流行地區 2006年全國普查估計萬聖月肝攜帶者約9300萬 除月肝外 還未計算其他肝炎病毒及非肝炎病毒引致的肝炎患者 可以說由是肝性病毒感染引致肝病的危害性是不容忽視的 因此 在臨床工作上 由於肝病十分普遍 要還雙方應加強對肝病的認識及防止水平 以減低不診及漏診的機會 案不者在香港診所統計 在過去求診的一萬宗初診病例中 僅有二乘百分之十九點四六患者符合診斷標準 而確診為急性肝炎百分之一點五 經驗血或超升波確診慢性肝炎百分之十七點一八 早期肝硬化百分之零點三九 肝硬化百分之零點八一 肝硬百分之零點九三 如近八成患者雖未確診但體檢查有肝腫大或有肝驅臼疾痛或臘味優康陽兆X 並出現肝病多系統全身性的臨床症狀 如果緊從壓健康的概念進行治療 就容易出現對症治療頭痛醫頭腳病醫腳的情況 相反應用自未病在肝病的診治是十分迫切的 若等到患者確診為肝炎脂肪肝 早期肝硬化肝癌的階段恐怕為時晚而 不但浪費時間浪費生命也徒添患者及社會的醫療負擔 肝臟失直出現的症狀肝有臟血及調節血量的功能 與人體的氣血不足出血或血液如養不足的病便色色相關 肝阻臟血及調節血量如果血液舒暴異常 就容易出現眷腿、頭痛、怨魂的症狀 嚴重者可中風、分血等 肝阻臟血如養肝及根目、血不養根 側根目驅急、屈身不利、肢體麻木、勒脅疼痛、血不養目、目分不明 視差、爪膚色症、當肝臟受損、血功能失調、血不歸經、日出脈外 出現吐血、目血、磨血、崩漏等月經不掉的症狀 波及生殖系統、肝阻疏、調唱起肌、促進脾胃的運化 如果脾胃消化不良、最常見的胃痛、涉射、狗套、厄抑等症狀 肝氣不勝、抑鬱寡、熱血消沉、斷腿、膽怯、勒脅疼痛、時夢等 中醫理論、肝主疏蝕中醫學強調以五臟為中心的整體觀念 五臟六腑結構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互為用、代謝上相互聯繫、病理上相互影響 中醫學理論認為肝者、將軍之觀、謀類出煙、素問、寧蘭被典論 肝的主要生理機能涉主力疏涉及主張血、除了現代醫學所指的肝障礙、中醫所指的肝環 包括中醫經樂體系、與肝有關的器官系統、包括眼睛、指甲、筋脈、膽、消化系統、內分泌系統、血液、生殖系統、神經及精神情緒等 形容中醫五行學習及莊障學習的隱身、不同的狀苦功能都有從屬相連的關係 互根互用、雙生雙黑、強調陰陽平衡、故此人體的根脈、指甲、皮膚、眼睛、情緒均與肝臟色色相關 這些部位出現問題,中醫都把病做定位於肝臟來考慮,從而進行辨證論治 中醫學認為肝通過對起肌的疏涉和調節進而影響情治的變化 對臟腐、氣血津液起後韌 的調節作用 是維持肌體健康狀態極為重要的一環 所以,肝疏涉有道則氣機調唱、氣血調和、經樂通離、脹腐組織功能正常 病無猶生、人體就健康、反之則疾病重生、病例介紹以女性為例 成年女性壓健康狀態與肝臟功能關係密切 中醫學理論認為肝的生理功能有調唱氣機、調唱情治、促進脾遺的運化、疏離膽執 調節女子與經軟男子排症、抵抗外且侵入、藏血調血 58歲的陳小姐任職護士、初診時捐腿、潮熱、臘癌、頭痛已近4個月 檢查肝功能發現肝酵素異常、但未確定何形 現逐漸消瘦、體質差、反覆碎欠皆易醒、近周明顯失眠 福康眠藥疫無效、過去反覆有失酸痛史、白鑿史上樓梯痛更深、年輕時常月經量極多 經痛劇、初用止痛藥、後長期使用避孕藥控制經痛及減少月經量、體查、膚色瘡狂、消瘦、潮水、面虛腫 有涉半齒人、勒脅軌型、肝腫大肝勒下1.5公分、下肢浮腫及止壓痕、加、服中藥三劑後檢查肝回復正常位置處於勒上1.5公分、 藥後有黑色稀便、量多、微腹痛、睡眠較好、以停安眠藥、立形差、系統服用中藥六周、送好、無眷胎、下肢浮腫消失、臨床症狀消失、 停藥觀察、患者的病位在肝、肝臟血的功能受影響、氣血不足出現頭痛、睡叉、失眠的現象、血液不足影響根脈的愈養、屈身不利、疼痛的症狀 更重要是患者有肝腫大兼肝脅不對稱的體徵、可見患者發育時期已出現肝腫大的體徵、長期影響發育體質差及消瘦、病情發展至今才發現 肝肝腫大、並檢出肝功能異常、久病必餘、治療方面處方疏肝離濕、清液解毒、虛乳止痛、保氣健脾的中藥、一月後又失疼痛、下肢酸軟無力、上樓梯痛較劇、但關節未見異常、 復中藥一週後失痛而止、現間用中藥滋補腎水、體質指數17.6、屬營養不良、以足加強營養供應 將美倫註冊中醫師作者簡介將美倫香港註冊中醫師中國中醫科學院醫學碩士、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 主守眾西醫結合基礎、研究範圍病毒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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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